尼天兰达们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识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在开示中还讲了一些内容 他讲到他和他的上师之间的情感连接 一个小的故事,但是非常的温馨 也让我大笑,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 大师讲的就是阿尔纳基里尤吉沙 他真正的上师是Paramashiva的化身 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十一岁左右的时候 在他的人生中出现了九个月 他们俩之间的情感是师徒关系最好的化身 也就是人类最终极的情感的一个表现 无与伦比的,我觉得是浪漫 也超过人类能够形容感情,爱情,情怀的词汇 能去形容的这个深度,还有这个强度 大师昨天说,他有一次就坐在 阿尔纳基里尤吉沙的身边 然后呢,他的上师在教他一个经文 然后呢,他在唱的时候 要教给他的时候,他在吃东西 然后呢,这个嘎吱嘎吱响的 他就没听清楚,然后他就发出了 嗯嗯这样的声音,意思就是问他的上师 你再做一遍,我刚才没听清楚 然后阿尔纳基里尤吉沙就非常的愤怒 对他大吼说,你不要吃了,这样 然后呢,就是大师这个反应 他就是讲的是,嗯 非常的让人觉得是有滋有味 就是觉得意味深长 大师说,如果是一般情况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师父 包括你的父母,如果那么大声的对你喊 你肯定也不圆满了 然后你可能就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抵触 或者是狡猾的这个反抗的情绪 为自己辩护 但是大师当时呢,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立即的把他嘴里吃的所有的这一切 全都吐出来 而且呢,第二个行为就是抓住他上师的左手 然后呢,让他就是去把自己嘴里 所有的剩的这些残渣都掏出来,这样 这是什么心情在背后呢 大师说就是彻底的臣服 当他上师简单的说了一句说 不要再吃了 然后他瞬间就连咽都没咽下去 他真的是全吐出来了 而且他,让他,就抓着他上师的手 把他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的目的也是 他害怕自己掏不干净 因为如果上师说不要吃了,他就不吃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圆满 或者恐惧,或者是抗拒,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狡猾,为自己辩解啊 都没有 就是彻底的完全的臣服 而且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情怀 就是充满爱这样 就是完全和上师合一的境界 他说不要吃了,那我就去做这样 而且是非常浪漫的方式去解决 居然抓住上师的手被骂 然后居然抓住上师的手过来 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 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 我就觉得极大的温情 然后我又觉得很可笑 就大师被骂 但是他那个反应的让我觉得太真挚了 太充满爱了 怎么能这么爱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你完全爱一个人 到你根本没有自我和他完全合一的境界 你才能在这种情况下 在没有时间上你反映你第一个 就是下意识的反映的情况 居然是这么充满爱的 这才是真实的爱 你根本没有思考的这个时间 你就去做计划的时间 你就下意识的就吐出来 而且用他的手把你的东西 嘴里的东西掏出来 这是怎样的亲密 我就是非常被感动这样 非常打动 当然也觉得很可笑 就大笑 但是心中又充满了甜蜜的爱情的这个感受 就是荡漾在这个爱合中 就是沉浸在大师和他上师之间的 这个深厚的爱情 这个感受中师徒的爱情 然后大师就说 阿尔纳基里尤其说尔 其实就是在 就是故意的 因为他是圆满的 他是阿凡达这样 他不可能有这种愤怒的情感 所以呢 他就是瞬间就 把他的另外一只手 放在他的后脑勺 就是非常亲密的 就这样 把他把从嘴里的东西掏出来 这样 这个师徒关系的故事 所以呢 大师就是祝福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和阿尔纳基里尤其说尔连接 和他有同样的 深厚的这个情感 然后其实 大师一直在讲的 这个这些故事 启发我们 让我们和上师之间 有这样深的情感连接 无非是为了我们好 无非是为了我们的开悟 这样 就当你和上师的 情感连接到这个程度 你才能所有的一切的时候 看到他 想到他 像他一样去做人 就会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个刻意的 要去提醒自己 而是呢 你就自然然的会成为他 所以我知道 大师的用心 有多么良苦 这样 他分享这些故事的目的 都是为了启发我们 让我们也能实现和自己上师 这样合一的境界 所以呢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 从这个故事中受到启发 也就是说我们和上师之间 是应该这么亲密的 这是大师自己的愿望 如果我们认为他 跟他在一起会有恐惧感 或者是有一些隔阂 或者是担忧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 不圆满造成的 也就是说大师没有这个意思 他只是想把他全情的 给我们这样 他只是想要为我们好 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的 自己私人利益的 所以只要我们能放得下 他就能把自己全部给我们 然后这也只是为了我们好 这样 所以呢 每次大师讲到这些 我都更渴望的 让自己能像他和 阿拉吉里优质一样的 这样甜美的师徒的情怀 然后 我每次都告诉自己 因为我自己 也是和自己的父亲 非常不圆满这样 之前 虽然现在有很多 放下 但是 所有的这种不圆满 都会 反射到自己和上师之间 就包括你和父母之间 和所有人之间的不圆满 都会反射到你和上师之间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的 想要把自己的心 全部对大师敞开 就像他和对他的大师师傅一样 来 对他毫无保留 而且只有爱的这个连接 然后大师的每一次这样的启发 都让我能够觉得和他的和大师之间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纠结又放下 又放得更多 更快这样 然后就知道 我对他就是 他对我毫无保留 我也要毫无保留 对他这样 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故事感受到 大师给我们的最真诚的 最真挚最深厚的爱 无条件的爱 然后也能够燃起你对大师的这个情感连接 最后呢 我希望就是所有的同修都能抓住这个机会 报名我们第七期的Pyramational Home的课程 精彩连连 不要错过 在地球要转型的这个阶段呢 你一定要让自己抓住这个 真正的这个投资 就是意识的提升 来上大师的课程 这是你对自己人生最负责的事情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Niteanandum